好 下面就让我们看看地面突击模块 在这次的阅兵中又有哪些明星装备最值得关注 最先出场的空中护旗方队 带领着组合成七十字样的八甲五直十和十二甲五直十九 拉开了本次抗战大阅兵的序幕 连接起历史与现实 在历届的阅兵中 坦克的出现可以说都是地面方队的亮点 那我们都知道我军的第一辆坦克 九七世功臣号就是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军这个坦克装备的发展 经历了一条怎样的不平凡的道路 它的发展大概可以经历过四个阶段 那么第一个阶段 也就是建国前和建国初的初始阶段 那么这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基本是靠缴获 开过大典的时候 那个时候阅兵我们看到的坦克方队 还是一种落后的杂式的装备 就是万国牌的 对 那么到了下一个阶段 就是从国外全面引进购买 这样的一个阶段 这个时候我们的装备就完全的制式化了 下一个阶段就是自主生产的阶段 那么这个第一次体现在 1959年的国庆阅兵 那个当时是给大家相当大的震撼 那么再往后的一个阶段 应该是自主研发的阶段 从现在来说 应该说我们正处在自主研发项 自主创新过渡这样的一个阶段 而我认为99A型主战坦克 恰恰是代表了这个阶段特点的 一型装备 那么今年首次亮相的这个99A坦克 与以往的99坦克相比 是一种怎样全新的主战坦克呢 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坦克呢 是陆军火力突击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它速度快 机动性好 火力强 而且这个装甲也比较厚 所以它在突击 陆军突击的时候呢 这是必不可少的一件 非常重要的兵器 99A坦克这几年 也是频繁出现在各种军演中 那陈吾老师 您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99A坦克 它在性能上 到底有哪些先进之处 从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看到 它多次出现在演习场上 除了传统的三大性能之外 我们注意到99A坦克的 信息化作战能力 这个对99A坦克作战能力的提升 远远比增加一点装甲 加强一些火力要大得多 是更加深远的一个影响 那从地面方队来讲呢 仅随着坦克出现的 就是我们的装甲战车方队了 而随着近几年的发展 我们的步兵战车呢 也已经形成了一个 种类齐全功能配套的 装甲大家族 而步兵突击车就是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一款战车 步兵装甲车辆 一直是中国陆战武器 发展的短板 随着机械化部队快速发展 我国开始不断加大 对步兵装甲车辆的研究 也指出许多不同型号 不同用途的步兵突击战车 在刚刚闭幕的 2015国际军事比赛中 中国派出多型装甲车参赛 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这其中不但体现了 我军官兵优异的专业素质 也同时向世界展示了 解放军装甲车辆的优异性能 那现在我们区里区展示的 就是轮式装甲突击车 应该说这种轮式装甲突击车 在09年国庆阅兵的时候 就出现过 那我们今年授月的车型 跟09年的那款相比 在性能上又有了哪些改进呢 对于这些装甲输送车 或者是装甲突击车 我是这样认识的 它真的就是装载着 陆军的士兵 使他们不暴露在枪林弹雨当中 用这种防护的装甲 加快了他们行径和突击的速度 同时也加强了他们的火力 那么这种车呢 我认为和过去相比 它主要在火力系统 在电子设备 在防护系统方面 尤其是在机动系统 机动的这种能力方面 有了巨大的这个改进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介绍的 这个主战坦克和步兵战车之外 这个四行火炮呢 也是我们很多军迷发烧 有关注的一款装备 那么这个火炮呢 应该是一种传统的武器系统了 那么在现在各种精确指导武器 发展的这么迅速的今天啊 火炮的优势在哪里 其实呢火炮是一个 很传统的地面装备了 但是呢它还有一个名字 叫战争之神 因为呢火炮的威力 在地面的这些传统装备当中 远距离杀伤力是最强的 火炮被誉为战争之神 是地面作战中远程火力打击的主要武器 正因为如此 在中国历次阅兵史上 火炮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从开国大典时 罗马拉折的日本山炮 五十年代 由拖拉机牵引的苏质榴弹炮 建国三十五周年阅兵 首次出现的屡代自行火炮 到建国六十周年国庆盛典上 型号众多 种类齐全的各种新型火炮 隆隆驶过天安门广场 向世人展示出 中国炮兵跨越式发展的丰硕成果 在此次抗战胜利大阅兵中 中国炮兵现役装备中 一款性能先进的主战火炮 出现在世人面前 现在的自行火炮 它是融合进了现在的信息技术 你像这一型火炮和 以往大家传统概念上的火炮 不同的是 它甚至可以发尽 自打炮带 那么炮带带眼睛 这样呢 使这样趋射的远程的火炮 它的打击精度 可以达到米其的精度 那基本上可以说是 指哪打哪了 这么罕 in一个火炮 消息 再加重� utility 诈局 都 getir